如果你在基岩版中发现了漂浮着的生物纹理 请不要击杀掉它 否则会让你陷入麻烦 今天的主角是一位女生玩家 她搭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住所 这是她第一次在基岩版中游玩 所以对基岩版中的一些特性还不是很了解 很快世界内的天色就进入了黑夜 玩家并没有打算现在就入睡 而是离开了住所 跟夜晚出没的怪物们battle了一番 可突然她就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涌上心头 她总感觉世界内除了自己以外 还有别的东西在暗处盯着自己 果然下一秒她就在附近发现了诡异的现象 住所附近的一处矿洞中 她发现了许多的迎食灯 不对劲吧 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在这里放置迎食灯啊 为什么好端端的这里会出现迎食灯 玩家检查了一番这个洞穴后 便上入到了地面 返回了住所 但当她走到屋门口时 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出现 那就是她总感觉屋内有东西 她怀着忐忑的心 缓慢的朝着屋内走去 检查了一下一层和二层 确定一切正常后 她拿着斧子下入到了负一层 进来后 那种奇怪的感觉更加强烈 似乎有东西就在这儿 令玩家没想到的是 接着她便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漂浮着的生物纹理 这是什么情况 是自己的游戏出现加载故障了吗 玩家下意识地退出世界 关闭了游戏 重新启动了一下 这次进来后 那个漂浮着的生物纹理消失了 玩家确信应该是自己的游戏出现了加载故障 不过重新启动后已经恢复了正常 可正当她上入到一层后 那个漂浮着的生物纹理就在门口 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僵尸的皮肤纹理 没有加载正确一样 玩家本能地拿出了斧子 将这个漂浮着的生物纹理击杀了 可下一秒 她的游戏屏幕就变得灰暗 并且世界中开始响起令她害怕的声音 她迅速地下入到了负一层的卧室中 很快 屏幕中就弹出了一条白色的消息 你的皮肤纹理已经被感染 玩家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但下一秒 屏幕就发生了故障 接着自己就嗝屁了 嗝屁的原因是未知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